这个系列是开鸟望台 第一个海拉鲁平原的鸟望台 我给观众们演示的是 直接去把这个鸟望台给打开 但是在原本的情况下是 要经过一场战斗的 当然观众朋友们可以使用自己的方法 来打这场战斗 这场战斗现在我们只有四个血 就是属于一个新手号的一个状态 打起来是有点累的 因为现在观众们看是没有敌人的 在视频的后半段会给观众们看 这个鸟望台怎么个打法 现在就直接进去 打开门之后互动了这个开关 我就直接剪辑到开图的那一瞬间 比如说我们怎么上去的 这些过程都一样的 我就不做演示了 后面的视频都会以这样的形式进行演示 而这个鸟望台和之前的监视堡垒的鸟望台 构成了整个海拉鲁平原的这片区域的地图 然后呢 这个时候开图就已经完成了 为了避免有一些观众可能打不进去 这边我打了一下 并没有打得特别的好 就是打进去了而已 一开始呢 是可以尝试 运气不大好 上面有个大家伙 那边敌人蛮多的 有十多个 如果可以突袭成功 大概可以打掉他三分之二的血 上面还有一个大家伙 下来了 把他又上去了 上面用爆炸物炸了一下 当然很多的观众技术是比我好的 你们可以使用自己的方式方法去打下去 这个呢 只是作为一个参考 比如说布怪啊 陷阱啊 这些地方 他被炸了一下 已经被炸空血了 然后可以合成一个东西 手头的这把武器已经经过余料制造了 加了13的攻击力 这把武器攻击力就还可以 到了18了 耐久力高 然后火龙头棍棒 就是把棍棒和火龙头组合在一起就可以了 这个东西好处就是当敌人着火以后啊 会有大硬直 然后抹上走 把旁边引一下 拿住他 这个东西也是可以和我们的棍棒进行组合的 当然组合好以后就没这么大了 我们逃到一定的范围 这帮敌人会后撤 我本来想压他了 不大好压 或者是我也尝试过 放很远 然后我们上去 他们下来的时候呢 用这个东西去压他们 看看能不能压死 像这样 有不大好使 这玩意滚得太慢 赶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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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赶� 目前在原本的一些地图上面也是可以先升级一下 对起码把血量升级到个四格或者五格打起来会好一点 使用爆炸剑再加上刚刚的那个爆炸物 把这三个敌人给秒掉了 然后我们找一个棒子 合成一下 必要建造 攻击力到了19 想快点上来呢 穿墙直接上来也可以 刚刚好像那把剑合测东西了 获得了一个盾 黄鹰只为10的盾 现在我们带的盾啊 太少太少了 好了 上来之后还会刷一批 这种敌人带护甲 现在我们手头的盾和武器都是带火系伤害的 给把他们点着 这个敌人推得很慢 本来想后服班的 后面来了一个大家伙 大的弱点在他的眼睛 也可以把他点着 出大音质 弱点在他的眼睛 换一把弓 他那血真的超级厚 他打我们 基本上是一秒 大残中的大残 大的被我们打掉下去了 我原本想打他掉下去吗 那我就去开门呢 但是这个时候开门是不行的 因为大的还没被干掉 现在进不去 然后在角落还有一只 偷袭一下 大的自己归位了 现在要把他给干掉 他的血是真的厚的 打的是有点磨叽 然后可以用这个炸他 打他呢 那我也会是把他打出硬直 上去补刀 压迫赶缓强 旁边 绕一下 小龙王 我把他打出 我对她的 我把你打到 这就是 我把你打到 你打到 我把你打到 我把你打到 了 再上塔不了一下 他快完了 击杀完成之后 我们就可以上塔了 好了 第一集开塔就录到这 我们下一集再见 大家拜拜了 拜拜